在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华人聚集区万锦市 有一家武汉面馆 就因为名称中有武汉字样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让这家小餐馆的生意大受冲击 也让餐馆老板林文感受了一把这里的人情冷暖 1月下旬 每天忙于生计的林文在好心人打来的电话提醒下 才知道自己的餐馆在网上被人黑了 一些网民开始在网上恶意地批评摘家面馆 甚至辱骂华人 有21万的粉丝 然后另外那个6 bus那个呢 那有140几万的那个粉丝 我们都不知道就为什么莫名其妙的 就这么多人打电话 就直到这位郑先生好心人跟我们说 我们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 有人打电话到餐馆进行骚扰 辱骂 有时餐馆一天能接到十来通骚扰电话 林文一度觉得安全受到了威胁 让我们去那儿去染一下病毒 对 然后就是因为我当天是call了警察 所以我们接到很多人的电话 我就想寻找一点帮助吧 餐馆生意顿时严重下滑 林文一度想过最坏的可能 担心自己的生意能否撑过去 我们一天就可能200块钱做不到 可是就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更应该开着门吧 不然大家要是因为真的没生意 我贴着帮助 贴着所有的工资 贴着所有的东西在这里开着门 平时正常情况呢 我们可以做1000以上 在当地英文媒体留意到武汉面馆的不正常遭遇 对林文做了采访 2月1日 加拿大联邦小企业 出口促进及国际贸易部部长吴凤怡 专门来到武汉面馆消费 以示支持 还有不少顾客也选择在这一天自发来到餐馆就餐 冷清了好几天的面馆一时爆满 让林文很暖心 网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加油打气声 针对中国人的这种种族歧视应该吗 我们家说 that's someone's business 这是支持你们的 对 就是也有支持我们的我们也很感激 你看你有没有数过大概是支持你们的多 还是说是 太多了 还是跟 还是那种就是 可能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 谢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人 就给我们好评价的人 林文说 自己过去对种族歧视问题 没有这次这么深的感触 他希望媒体多一些正面报道 让人们正确地认识病毒 消除对华人的误解和歧视 要是真的是正面的新闻出去的话 就大家越来越知道 就是我们没有Virus here 他们可能不会再继续put back comments 就我也不会就是说 想说你们会来支持我 会来我的电影吃饭 至少就不要再提醒中国人 不要再认为这个Virus 是China的Virus 能传你去武汉的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有关心的网客户端 是Cina的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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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Cina的Virus